几个问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输入的时候 只要按照流程 它将能输入这个资料 然后输入数量 然后就按照这个流程 可是问题 像这样的方式输入 还是有它的限制 就是说还是没办法真的限制太多 不过这样已经基本上会发生的错误 应该都可以再最小化了 基本上它其他栏位应该都不能改 所以这边它也没办法改 编号也没办法改 其他大概就只能输入资料而已 但是我刚刚发现一个bug 不过这个bug应该还可以再修 就是你把这个delete掉 它会变成因为这个value错误 为什么因为它这边空的 所以如果这边空的 是不是这边也要 是不是要做一些处理 不过这个我想 可能自己再把这个地方 如果有需要再把它修正一下 再来的话 我们如果希望怎么样 再假设要把它改一下 上个礼拜有提过有关做一个home 类似像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的话 当然就是几个简单的功能 第一个我希望这个表单 当然我除了说可以在这边输入之外 其实我觉得表单还是属于比较正规的 而且比较能够符合实际上的工作流程 而且一目了然 这边的话当然如果我希望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表单 这个表单当然总共会有对应到我们现在的栏位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包含就是品名单价 数量小季地区 当然编号部分的话不需要 因为这边总共我们有六个栏位 可是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后面的五个 这个的话也是自动带出 自动带出 大概秀出来 我的逻辑基本上是这样 一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一样最好还是下拉清单 所以我启动它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的品名部分 一样是做下拉清单 所以我们可以当UserFone启动的时候 自动帮我把清单里面的资料放进来 之前好像我们是用add item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这个清单的来源 特别是 如果一个一个add item 其实你要写很多个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比如说你还可能会多增加一些品名的话 像水壶 像什么笔啊 这些东西 那有没有办法就说 我当我启动的时候 我不要写固定的 而是呢 我启动的时候 我自动去清单里面的 那一个有没有 那一栏里面自己去抓 抓什么呢 抓里面有资料的部分 自动塞进来就好了 这样的话不就更理想了 以后它如果有几个 到几列嘛 我就自动把那些几笔记录全部塞进来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相对应更好 可是要怎么做 那我先 假设我今天一个c 你点了这个 你会发现 它下面会自动出现 我删掉 好像它没删掉 没关系 这个地方的话 当我什么呢 选取一个 这个可能要自动带出来 再来的话呢 数量部分的话 可能我输入50 然后呢 Enter 它会怎么样 当我在这边按Enter 自动把小记带出来 然后当我什么呢 输入一个地区的时候 这样子的话就填完 填完之后旁边有个确定嘛 我希望呢 我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自动把这些资料呢 一样 再塞到这边来 最后一笔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自动产生编号 因为这边只有五个资料 那按确定看一下 OK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资料就写过来了 当然呢 最好是可以 这个应该就可以自己把它清除了 不过好像我写了一个什么 全部清除吧 你也可以全部清除 这边可以把它清空 可以做出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表单 我想 应该整合性会更高 因为你在 这边输入 跟这边输入 感觉就不一样 这边感觉应该比较 专业一点点 因为使用者看到 有表单 感觉会比较更清楚了 否则有的 有的使用者真的就是 会搞不清楚状况 很多时候就会输入很多错误 那做完之后一样 我们后面还会练习什么 把这些资料 新增到资料库 那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新增一笔试试看 可以的话呢 叫全部新增 那当然今天我的预期 是希望除了可以放SS之外 看能不能把它放在MySQL 不过MySQL这个难度 又比SS要来的难上很多 因为它是一个server 那要架这个server 基本上就有点难度了 不过我看时间看来不来 来得及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run完 不过我怕会run的比较快 你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一下子细节没有听懂 没关系啦 反正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那请各位先试着1 什么呢 打开Visual Basque 然后按下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把上个礼拜的东西稍微复习一下 基本上 这边总共有5个 Label 所以我想自己再设计 这个的话是下拉清单 地区也是下拉清单 然后这两个的话呢 我单价跟数量 这个是用文字方块 不过呢 单价其实也可以用Label 因为单价是自动跳出来的 所以这个我想用Label 可能会更理想 那小记的话是它输入完之后 输入它 旁边呢 也许先做一个确定就可以了 其他确定更新 这两个其实可以再把它补上 所以大家有办法 放个四个按钮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